纽约长岛的苏福克郡的三名青少年 涉嫌计划制造炸弹 在他们就读的学校内引爆 目前三名学生都已经被警方逮捕 将以四级阴谋罪移送法办 涉嫌制造被引爆炸弹的三名青少年 都是长岛苏福克郡 Kanako高中的学生 他们在乘坐公车回家的路上 讨论制造和引爆炸弹的计划 被同车的多名学生听到 录音和录影被交至学校管理人员报警 周四早上 该校被紧急撤离30分钟 三名16岁学生都已被逮捕 并控以四级阴谋罪 警方搜索这三名学生的家时 虽然没有发现任何爆炸装置 但是找到一本写有如何自制炸弹的书 新唐人记者王愈鹤纽约报道